就有很多小鬼跟着他 你运气好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到 你运摔的时候 这小鬼就找来了 那个时候这些奇奇怪怪的病 医治没有效果 医生治病 只能治身里的病 这种约裂的病 医生不能治 其实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怀孕决定不能夺胎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这个小孩 要以慈悲 要以爱心对他 那是报恩来的会更孝顺 报怨来的 那个怨会减轻 会化解 第一下一个问题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免费的工具 是非常方便 比如网络视讯 有一个人说话 其余人都能听得很清楚 若有三五个人发心 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下 依照老法师的教会学习奖经 请问是否可行 学奖经这个事情 不但要私证 而且自己要真正有修学的功夫 如果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 只学这些文字 或者是听别人讲经的 或者是看别人注解的 这个不能算是讲经的 你说你练习讲可以 这个拿不出去 拿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有老师 没有老师 自己能学出来的 恐怕在我们这个世界 古今中外都找不到一颗 谭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勇家大师的故事 这个人确实是上上个人 也非常的好学 参访很多大德 真有无处 那么自己以为很不错 有一天遇到一个法师 六祖慧能大师的学生 那他们在一起谈得很投机 勇家就提出来 他说我自己修学成就 就请他给我印证 这个法师说我不能给你印证 你最好到曹西去看六祖 请六祖给你印证 印证那就是他的学生 他就是你老师 他可以给你做证明 你修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能不能出来弘法 那么这个同学告诉他 如果没有人给你印证 那你说没有老师的 没有老师指导过的 没有老师指导自己修学能成就的 佛经上有一句话 魏阴王后可以 魏阴王以前不行 那魏阴王后是什么时候 九元界以后 换一句话是遥遥无期 就是告诉你的时候 一定要有老师 一定要有司臣 那么韩寿 像现在用这个网络 电讯里面的学习 自己能得利益 实在话了 自己得利益 当然也可以帮助别人 还是要印证 如果没有人印证 这个例子不能开 开这个例子 你会把这个 佛门教学的传统破坏 破坏这个传统 等于破坏和生 等于出乎心血 出乎心血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一定要找一个好老师 来印证 他替你负责 那么学术也是一样 你看现在学校里面 最高的学位 波斯学位 那也是下了苦工去念来的 考试及格带来的 可是也有 不要念书也能够带来的 那是什么 学校里面赠送 赠送的时候 就是学校里肯定 你的成就 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 那也是印证 甚至于比那个考试印证 还要难 考试你只有一个老师 指导老师 这个波斯班指导老师 他同意了就行了 你的学位就拿到了 那么学校赠送绝对不是一个老师 少则十几个 多则几十个 所以是这个就是 比这个念波斯学位 还有难 那就是得到这个学校 绝大多数的这个波斯班的指导老师的肯定 这你真有成就 中国在古时候 特别是佛门 佛门里面的成就 不是在表面 不是在你能说 你能写 而是在你修行的功夫 功夫 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提到 断烦恼 开智慧 佛门里面 佛门里面 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 对一个学生的肯定 对一个学生的肯定 他是在这上面 不是说你念了多少武军 学会了多少法门 不是 不是的 三界 八舌八平 见或断了 你就是虚托幻谷 那是肯定的 这就是实位 华严经里面所讲的 粗性位的菩萨 这是刚刚入门的 粗性 粗性就是圣人 就不是反复 虽然还没有能够